也把镜头转向 横琴这边请几位专家也就座 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 对 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今天的时间到现场来 邝老师和余老师 谢谢你们 非常幸运有机会 跟余总跟一种交流 刚才分享了你们的高见 我们都觉得是 初中学习了很多 对国际进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还有中国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这些同商模式 非常同意余总 刚才您说的企业是必须要一个产品 要一个产品要国际化 渠道国际化 还有当然就是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推广 推广那个promotion 我觉得也是要国际化 尤其是刚才丁主持说了讲了那个 那个就是说用人头像来做那个广告 非常真的是我觉得背影人生也是一个很好一个深度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还有丁主刚才就是说当作一个国际品牌 那么国际品牌呢尤其是国际 international 现在是we go beyond international 是globalization 那么globalization 一定要localize 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消费文化 当然最终呢丁主讲得非常好 你对一个国际品牌的接受是一个信任 trust 那么信任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各国消费者对品牌的一个质量的接受 quality 当然我觉得今天你要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品牌的任何度 it goes beyond quality it is quality assurance 质量保证 那当然 除了质量保证 我觉得当下呢 当然这个质量保证可能是过去10年20年 我们为什么就是刚才吴总也说了 我们一定要就是很关注那个知识产权 因为这个是你也是一个质量保证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标准 但我觉得当下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的element 素质是服务 客户的满意度 因为不同的国家有消费者有不同的满意度的要求 so apart from quality assurance i think we have al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service 服务素质 但我们可以产品可以走进市场 我们可以利润就是换市场 可以进入市场 但是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我觉得是 产品 实量 服务 就可以赢市场 国际市场 这个就是我 一个小小的 观点 谢谢 谢谢邝老师 余教授 哦 对我刚刚看到那个讲说在时代广场 然后 跟着曝光率那个事情 曝光率的事情 其实现在国内一些创业者的话 他们其实 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除了去争取国内的风投的支持之外 他们对于去争取国外风投的支持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可能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的话 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去争取一些国际风投的支持 或者怎么让国际风投知道说 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说像在时代广场上面 就是大屏幕嘛 那其实的话 他可能主要问题是要 就是说 我刚讲增加了他的那个visibility 曝光率 对可能是作为风投看的 也有可能是 最主要可能作为国内人看 对我常常讲的是说 因为很多时候他算是一个 信号传递效应嘛 是说他让国人呢 看到是说我们已经走出国际了 就是已经走到国外去了 国际化了 这其实等于是说 你们对我的品质 产品或者服务品质 就应该有比较相信 所以他其实是 有可能是作为国人看 对 另外的话 像刚刚讲到去国外上市的 他讲到境外上市 其实我们知道 在境外上市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是说 股票的那个价值 然后或者说公司的市值 常常会倾向被低估 对不对 我是相对于在国内上市 对 当然那这个东西可能有好多原因 比如说是像信息不对称 或者是说可能 境外投资者他的 投资机会成本比较高 他的投资机会比较多 所以是说的话 我们常会看到 比如说是像 王剑林 他不就把药回归A股吗 对 其实他就认为是在香港上市的话 估值低了 那在美国上市的话 估计也是会这样的情况 对 然后另外的话 在国外的他们的监管比较严格 所以是说的话有的时候 公司可能也会受到比较多的限制 对 比如说像丁磊 他的网易不是在美国上市 他之前就抱怨过 就说他很后悔在美国上市 为什么 因为就好像是裸奔 对 他用了裸奔这两个字 意思是说他无所隐藏 然后的话 就类似一下 然后的话 关于是说 因为刚刚讲到电商 就是跨境电商 其实像现在的话 很多时候 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 是一些当地政府 能有意无意的 有可能会去做出一些限制 我就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当然台湾不算国家 有算台湾地区 台湾的话 他现在对于淘宝 当然其实快递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他对淘宝 还是有些政府 还是提出一些限制 比如说像台湾地区的居民 如果每一年 定超过人民币 600块钱的淘宝商品的话 就开始磕税 磕很重的关税 其实这也是在 有意无意的在阻挡 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 要走出国门的话 或者走出大陆的话 其实限制还是比较多的 尼教授谢谢您 你刚刚提到电商 走进国际的困难 丽总这块 就是凯文这边 有些很好的经验 凯文以前是做B2B的 那么从什么时候 开始做到B2C呢 从这个2015年开始 2015年夏天 就是第一次回到深圳 然后创建这个B2C的公司 其实在就是 当时你把这个深圳 从深圳创办了公司之后 把产品要推到国际的时候 那我相信你要去看这个市场 我就想很多人想推出去 但是选择商品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对吧 那你怎么去看 哪种商品是适合在国际销售呢 关于如何选品的话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 一个事情 我在2015年开始 从事这个跨境电商以来 第一个面临的问题 就是如何选品 因为在之前做B2B的时候 市场的需求都是比较明确的 它客户会告诉你 我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产品的品质是什么 然后跨入B2C之后 这一切都变了 它可能市场的导向更加明确些 这个市场它要求 客户可能需要 可能喜欢这个产品 可能需要什么品质的 然后它有什么特质的 不仅仅是这个 像传统的2B的企业一样 这个工厂 它研发出来之后 然后就是由销售队伍 前行推向市场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对于选品的话 经过我们过去三年的这么一个打磨 我认为大概有三个途径 选品我们认为 可能是要从这个西方市场入手 就是市场这么大 你做什么 你如何去做 这样的话就是 大家都认为要做这个很热门的产品 但是热门的产品你可以赚的钱吗 你可以make money吗 很多时候它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你要寻找到这么一个 细分的领域 把这个细分领域的某一个产品 或者某一类产品 要做到极致 你只有在这个极致的情况下了 你才可以赢得市场 可以赢得利润 这是选品的第一个准则 从我们来说是第一个准则 然后第二个准则就是怎么选品的 在过去的B2B的时代 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 正如我说的 它是由客户或者是中间商 或者是批发商 它决定的 它认为这个客人可能需要什么东西 大致需要哪一类 这个品质在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上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B2C 它完全有不同的要求 它要求这个 这个客户对这个产品的要求 它是会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给你的 通过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 Facebook 还有各种Instagram 甚至这个Amazon的那个feedback 它会post很多很多的信息 然后告诉你这个产品有什么问题 你需要哪些改进 然后呢 就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是比B2B的时代 有跨越性的一个值得提升 就是说从为做我们这个选品的工作来说 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去阅读客户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然后把这些问题这个归纳总结起来 然后提炼出来 然后这个转教给企业和转教给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工厂 这样呢 就是可以让产品不断地升级换代 作为迭代 然后客人 这样我们推到市场的这个产品呢 恰恰可能就是客户需要的一个东西 这是选品的这么第二个逻辑 第三个逻辑的话 就是最近大数据的兴起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这些软件好多都是在硅谷 硅谷的这些公司他们写的 他们会提取市场各种反馈的数据 包括有多少的这种流量啊 有多少客户关注 有多少这个客户留下了这个好的评价 这些数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提取 然后做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来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产品的大致市场规模 也可以得到这个产品的 它可能分布在哪个年龄段 也可以 甚至还可以得知这个产品的 它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销售价格 大概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三个因素决定如何选品 我再总结一下 一个是西风市场把产品做的极致 第二个就是客户的反馈 我们把这个产品根据客户的要求 把它制造和研发生产出来 第三个就是用大数据 大数据来分析这个市场的需求 然后得到这个市场的规模 大概这么样子 对 余老师这个刚才说到说 就是有些地区啊 国家或地区 它去限制对中国的电商的这种限制 但是呢 其实中国的政府也给电商提供了一些帮助 比如说呢 凯文以前在深圳创业的时候 深圳政府其实也提供了一些 政府提供的这些支持里面啊 像中国各地政府有不同的政策嘛 那你作为一个这个电商创业 你觉得政府提供的这些里面 哪些是比较有效的 有用的呢 深圳市政府 它在电商领域里面 它可能是做了很多积极的事情 比如说它对一些电商创业的公司进行补贴 进行这个房租补贴 这是比较基础的 也对一些申请的 这个海外的专利啊 海外的商标提供一定的补贴 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 还有的话就是 但这个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产品要出海的话 它面临很多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 这个目的国家的这个安全认证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大家知道的 如果做跨境电商的话 产品的安全认证 它这一块它实际上是非常这个 耗费这个金钱的 比如说一个 大概花多少 比如说一个UL的那个认证 大概七到八万人民币 八万人民币一个UL的认证 对 一个产品 那这认证为什么那么重要 不认证不能卖吗 不认证的话 它有几个后果 第一它就是安全性 可能真的是不够 第二就是说 如果不认证的话 那平台或者是销售平台 就是客户投诉或者反馈之后 这个产品可能会被下架 然后的话 你失去这个产品长势的机会 大家就没有一个样子 所以两位教授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非常同意立总刚才就说 还有我就是教授就说 经常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际遇 而且将来从B2B到B2C发展 其实也是一个产品国际化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也是一个我不是说新的一个营商模式 这个是必然会发展的 当然企业如果要有一个可持续 当然叫可持续发展 我觉得当然刚才立总刚才说了 市场尤其是B2C 国际市场是更加要用大数据去细分市场 还要就是市场的那个 目标顾客 还有就是那个最重是当然产品的定位 那么还有就是说除了那个就是企业的产品 因为选择多嘛 B2C他们不用去就是shopping around 在网上很多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还是今天的这个B2B2C的竞争优势 我觉得是一个字要快 以前是当然 立总刚才讲要精 产品要细致要精 现在不光是精 因为大多数一般的产品 其实都是很精致 价钱又好 质量又好 那么呢 我觉得给消费者的选择 他们是什么 要快 信息市场细分要快 信息 要快 而且就是说 那个产品的那个数量开发研发真的是一个快 所以我觉得单加上那个现在的那个大数据 是快速的推动一个市场 市场这种产品不是服务的一个发展 所以呢 关键是什么呢 Speed 市场的那个产品的速度 深度的速度 再加上呢是消费者接受新产品的速度 也很快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您说的特别对 我觉得就是现在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啊 就是快是特别重要 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说 你要去快的话 那其实需要很多资源的 那么这些在美国像利总啊 你这边在做的时候 你觉得在美国这边的话要要快 就像刚才邝总说成快 成功的话 你觉得哪些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呢 如果涉及到快的话 肯定是国际化的这个物流啊 国际化的海外仓的布局 因为这是跨境电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再沿用传统的这个物流的方式的话 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客户的需求的 客户一般在下单之后 大概希望两到五天 他要拿到东西 如果拿不到东西的话 他就不开心了 然后对这个客户的体验 对销售的体验 然后就比较差的影响 亚马逊我订个东西的话 第二天就到了 对 亚马逊它是有自己的FBA的配送平台 有一次我是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的这个之前 然后我们突然心血来潮 说要给自己送个礼物 要买个75寸大电视 然后就在亚马逊订 然后告诉他说 我们这是给我们自己的Christmas gift 结果他第二天早上就送到了 非常快 是的 这就是亚马逊它自身的法宝 对 是 是 那你觉得说还有哪些资源 因为我知道说 其实要再做到快 是需要很多资源来协助的 因为你靠你自己说 你把整个团队要管理 然后再自己去做不可能 那么你觉得哪些资源 是必不可少的呢 亚马逊要做好亚马逊的话 如果从美国本土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可能我们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刚才你们提到的一个东西 叫做marketing 市场营运 因为这个东西 对我们本土的中国人来说 它可能是一个先天性的短板 它能写一些sales copy 还不错的 大家能看得懂的 但是看起来很别扭的sales copy 这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国际化的团队 来协助我们做这些事情 另外就是说如何做marketing 在传统的这种国内的 或者是天猫淘宝 这么一个电商模式下 大家可能理想性的思维 就是刷单啊 或者是这些快速的一些打法 但是这个事情 如果进入到国际领域的话 它可能会有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些 本土化的市场营运团队 我们做一些社交媒体的营运 做YouTube视频的营运 还做一些内容的营运 可能还会做一些 这个品牌的一些推广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定点也可以做的 这个新产品发布 这样我觉得都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手段 对谢谢Kevin 就是我们在做的另外一项服务 就是创新产品发布会 那么我们会做 创新产品发布的时候 我们会给它精准地 去找好它的语言 用什么样简略的语言 能够去定位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 针对什么样的人群 然后再请来 就是能够给它 把这个内容 传播到更广的地方 针对人群的 这些都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 就是确实需要 去做的一个事情 因为国内 我看到有些国内 来到美国的电商 他们做法 几种做法 我觉得是大家都在做 但这个做法呢 你很难走出华人圈子 比如说呢 他会搞一个微信群 然后呢告诉你说 我送你一个货 你就到上面 给我去写好评去 就到亚马逊 这样的大平台说 我送你一个东西 给你用的 然后你到亚马逊 去写好评 我一进了那群 看了两下 我就出来了 我就退出了 因为什么呢 你这样做 只能在华人圈子里 而且这个路是走不远的 肯定是不会好的 而且呢 这个好评 你写出来的也很别扭 不是真实的用过以后 用心体验 像美国人这样子 一个一个写出来的 一看就是 上面写的是 Chinese English 你这样一读了以后呢 很多可能反而把一些客户 挡在外面了 他也觉得说 你这一看 这个评论到底谁写的 从哪里来的 是吧 所以还是要去 扎扎实实的 当然你产品好 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产品要非常好 另外再一个就是 邝老师刚刚说的 你服务要够 对吧 服务要好 产品要好 在这样的前提下的话呢 你要做的是 你在做内容的 营销的时候 你要实打实地去做 而且要用他的方式 要用国际的语言 去讲述这个故事 才能够讲得好 对 国际的语言 和本土话的语言 这样的话 这个 最终的用户呢 他会感觉到 离我很近 容易接受 对 刚才这个就是 余教授也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 很多中国的企业 他走出去的时候 他希望得到 国际的投资 就是海外的投资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 就是瑞是一个 非常自身的投资人 刚您讲到说 在这种 就是做了一些 这个样子 希望得到 国际认可的样子 但拿给这 投资人以后 投资人会怎么想呢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企业 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登上了 纽约时代广场 大屏 那么你作为投资人 你会怎么想 我觉得这种 其实投资人 大部分还是比较 比较看得起 也比较多吧 我觉得大家都 比较理解 就是为什么 去做这件事情 但大部分 其实在这上面的 value是很小的 因为为了marketing 而去marketing 实际上最终的时间 是为了sells 对吧 大家实际上 讲穿的是为了 多数的这上面的 实际上 不管你做多少marketing 讲穿的是 画一个很好的一个picture 实际上 但没有结果 所以无论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还是 作为投资人来说 其实看的是 公司真正的 能不能通过这种行为 而达到最后的目的 对吧 这目的不管是 你其实不管 作为一个品牌 也是为了去做一个销售 而且是做一个 壁垒性的销售 对吧 所以在这块 其实就挺强的 好 余教授 其实我刚刚听了 我很赞同 因为就签到个 细认的问题 如果先到细认的问题的话 有的时候就可能需要一些 中间机构的 或中间人的一个背书 endorsement 对 我就以我以前在 伊拉克的 那个库尔德族 自治区在那边工作 他们那边呢 穷的只剩下钱 对 然后的话 包括他们在 竞选活动的 那个摇的小气 我喜欢这个话 穷的只剩下钱 我特别喜欢你说的 对 只剩下钱 对 他们竞选期间的 那个摇的那个小旗子 都需要跟国内买 就跟大陆买 对 但是的话 他们主要 就就我了解了 对 他们主要还是透过一些 中间人 比如说是 在当地的一些 就是温州人 或者是说 那些温州人 在国内的代理人 他们还是 主要还是通过 通过他们去买 去订购 那他们为什么 我们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 在网上选购 当然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因为他们找个中间人的话 中间人等于是 担任一个 类似上担保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 因为可能现在到语言 文化 还有一些信任度的问题 所以他们宁愿让中间人 赚了中间人的钱 他们也是怎么样 也是 不会直接去 在网上去做shopping的工作 当然这都可以 跟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说我们 国内的一些电商 如果说是要获得一些 国外的一些 就是 比如说 不管是B2B还是B2C 虽然B2B 或者国外企业 一些青睐的话 可能也是需要一个 就是说 公正的 就是说 然后独立的 第三方 来做一个认证 或者说是 但是像accreditation 认证或者是 背书的一个效果 否则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 是说会不会受骗 如果是 伊拉克的那个 或者入区的 那个商家的话 我也会担心这问题 特别同意 于教授说的 其实刚刚讲到 这个公正二字 公正二字 说白了 其实是一个 对价值观的坚守 就是对你所信任的事情 对你所坚守的 这个价值 我觉得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 因为当你一个企业也好 或者一个人也好 你对有价值观的坚守的话 你就有底线 你做事是有底线的 所以比较容易赢得信任 而且这个信任呢 是常年累月 比如你第一年这样 第二年这样 五年十年以后 你还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周围这个信任度的 就经营的就非常好了 所以 这是为什么就是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在企业的时候 我们也要看一个企业 它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如果价值观 跟我们是不符的话 那我们可能 它也不是我们能够 很好服务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企业 到最后能够成功啊 到最后都是一个 价值观的坚守 其实亚马逊 我觉得就特别典型 那个例子啊 因为当年呢 就是在做电商的时候呢 电商对电商来讲 最亏钱的是什么呢 是退货 退货这件事 是最亏的 亏得最厉害的 但亚马逊 刚开始做的时候 就是 它让退货 变得特别容易 因为那个时候的 美国的那个文化 还不是那样 就它把这个文化 带成这样 在网络上 一个东西退的时候 它马上给你 根本不问什么原因 立刻给你换 立刻给你退 要退就退 要换就换 这个时候呢 对企业开始是亏本的 它亏了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那么里面的高管 甚至以前 从一辈去的时候 啊你这个 这个Jeff Bezos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乱搞 你这会把非法企业 搞垮不可 但它就是这样呢 它最后 给建立了非常大的信任 非常强大的这个信任 以至于 把市场整个垄断了 最后呢 它现在就可以做到 这个市值 已经到世界第一位了 所以其实这个信任的建立 和价值观的坚守 到最后的 产生的这个效益 是真的是难以比较的 当然 这个Kevin的企业 其实做得很好 因为它的销售 每年都是成倍 几倍的增长啊 而且连续好几年都这样 那你这种就是 爆发式的成长呢 你觉得这个 到底你有什么秘诀 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秘诀 肯定有一点 但也不会太多 最重要的就是 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 价值观 第二点呢 肯定是产品了 产品就是说 一定要质量过硬 这是 这是底下 如果你想 打擦边球啊 这肯定是做不成的 而且是短视的行为 说 Kevin你说过一个 吉祥三宝 给我们来分享 就有三种东西 绝对不能卖的 那是什么 吉祥三宝 实际上是在电商行业 他们提到过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它东西就是 价值不高 但是体积很小 很轻 然后市场容量很大 这个就是蓝牙耳机啊 手机壳 还有一个我忘记了 蓝牙耳机 手机壳 还有啥 还有一个我忘记了 什么东西 忘记了 哦 就三个东西 对 反正这三种东西 是在市场上 你不能去抢 不能去卖的 你卖的必死无疑的 是的 是的 因为这里面属于 它需求量非常大 但是营运起来很方便 就是物流也很方便 走空运嘛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这个锅很大 但里面的勺子更多 就是大家 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市场 最后都是血拼 血拼到后面 大家 都是不盈利 然后就导致质量的下降 大概这么一个过程 那你这边的成功的秘诀 是什么呢 除了你说产品好 质量过硬 我这边的话 首先建立很大的 这种产品开发队伍 因为我们产品开发 我们不仅仅是去购买一个产品 我们会去深挖一个产品的需求 然后我们在这个行业里来 找到这个主要的供应商 Major Player Top 3 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有 特别十几年 至少十五年以上的 这种产品工程师会跟进 从产品的概念到生产 到最后品质控制 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这种把控 这是产品端 这是保证产品成功的一个 最基本的要求 另外就是产品 必须要通过各个国家的一些 安全认证 ULCE FDA 你需要的认证 只要目的国家 这个产品需要你 必须要全部去申请到 而且要通过 这是产品端 然后第二个这个产品 要把它卖起来了 肯定是要有营运 营运是很重要的 一个产品就是 出来之后 你首先想到了 你怎么样让客人知道 然后的话 你怎么样让客人 在社交媒体上去讨论这个事情 这是第二个层面 然后还要计算它 在它不想买的时候 你要提醒它 这个产品还在卖 所以说这是一个 系列的这个营运组合 可以说是 我们叫螺旋式上升的 这么一个 这个营运的一个模式 这是营运的 第三个的话 肯定是 最新的就是 我们正在研究的 也正在这个 实践的一个营运模式 我们叫病毒式营销 病毒式营销 病毒式营销 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我会让大家口口宣传 但是在这个口口宣传 它不仅仅是免费的 它是中间有报酬的 这样它会形成一种裂变 这种裂变的话 就是说在之前 它不可能达到的人群里面 我们可能最大程度上 去触及这些潜在的消费者 大概就这么一个状况 刚才开门提到 就是触及到一些 就是以前达不到的人群 去到开拓一些新的市场 新的人群里面 造成一种这种爆发的效应 当然这里面的 我觉得可能要在以后的时间 可以找个专门的时间 再跟大家来分享 现在我们算的时间 大概只有十几分钟了 十几二十分钟 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恒情的 两位老师和现场的观众 看有谁要提问 Dana还有我这边插入一下 我们这次那个控院长和于老师 过来特地为丁丁电视 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真的太好了 现在我们那个先进行一个 受礼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好呀好呀太好了 先那个戴维修下 然后等今年六月份 您过来的时候 我们再转交好不好 好的好的太好了 好的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什么礼物真好 看一下我们那个控院长 要不要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城市大学金融学院的一个 做的一个装饰性的一个盘子 非常漂亮 谢谢谢谢 谢谢您谢谢 那我就先戴维修下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希望去的时候能够见到这个 邝老师 于老师 我们可以在这恒情跟你们见面好吗 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有些什么问题 想要跟台上的两位老师 以及硅谷的两位专家 做一个交流的 各位好 我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后 那么刚刚有听到两位精彩的这个分享 以及两位老师的意见 那么我想知道的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风投人 是如何去判定一个企业 它是否值得投资的 谢谢 你好 其实这里的factor有很多 因为每个人看事情都不一样 要不其实大家去跟买股票一样 有人在卖 有人在买 风投也一样 每个的做法其实不太一致 那么其实又回到刚才的讲法 其实做一个看一个公司 我觉得有几点上 其实跟刚才的讨论 我先延展一下 第一呢 就假如说是刚才 大家都知道B2B2B2C 对吧 实际上这讲穿了是一个专注度 那一个小公司 在刚刚开始 它需要很专注 实际上它在做减法 它不在做加法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说你怎么能够保证 你这个产品是适合于这市场 而且这个feature 是大家所想要的 对吧 那这块实际上是个减法的性质 它不需要很多的这些性能 但是需要一点 能是特别的爆点 它是个亮点 能够让你能出去 对我们来说 这产品的选择性 其实相当重要了 在这上面 那第二呢 就是说从刚才也在 大家也在聊 就是说我 我趁机就讲一下 这个从刚才的谈的角度 就是说它有一部分 是属于inbound marketing 一部分是outbound marketing 也就是说 实际上inbound marketing 是怎么从知道客户的需求 对吧 就我来说 你有这亮点 你说我就统一 你是怎么知道这亮点 你是怎么知道 这客户的需求 那同样的outbound marketing 你怎么去到你的客户中间 对吧 那怎么能够把你的产品 可以推到市场 那这两块 其实在很多地方 一个公司就是卖 做一个产品 和卖一个产品 对吧 那从卖一个产品来说 其实你要知道 这社会上需要什么东西 才能去做一个产品 那同时再也去卖一个产品 我觉得这两块 都是特别特别重要 那么刚才邝老师也是教授 也提到 这信任呢 叫localization 这等于是 需要等于把这个变成个 当然本土化的一样事情去做 所以在很多地方 作为一个founder 能不能理解这一块 怎么去做服务 刚才也是提到了 对吧 怎么去做一个产品 怎么去整个 是一个体系的一个建立 而不只是一个公司 就是说我这一个亮点 就成了 其实它是一个 很整套一个体系 所以实际上在一个founder 他有没有这vision 能够看得见这些东西 能够知道从现在小的开始 能够一直做大 OK 好的 我们看看现场 还有哪个朋友有问题的 哦 Eric还有接下来一个问题 刚刚有听到您分享的 关于您的一个判断 那么其实我们在于 这个创业的途中呢 其实有很多的 困难的 那么您认为 我们在创业途中 会选择哪一个点 是符合当下市场需求 以及跨境的这个电商 容易入手的一个范围呢 谢谢 电商 说容易入手 它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因为市场竞争到最后 它都是一个 优生劣胎的过程 我倒是觉得 如果太纠结于怎么入手的话 还不如马上就开始干 因为做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周边有很多 自同道合的人 你可以跟他们去获得一些经验 然后把这个事情一步步做起来 就是你不去做的话 它很可能困难永远都在那里 如果你开始的话 一旦开始的话 这困难就会一个一个 会被干掉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从我个人来说 就是之前B2B开始 没有任何B2C的经验 然后就是 那么一个人开始 在办公室里 一个一个把这个员工招进来 克服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然后学习了 这个整个B2C的 这么一个系统的一个知识 当然它这个市场的变化 是每个月都在变化 你要每时每刻的 紧跟这个市场 紧跟这个动态 还要关注这个客户的需求 好 下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女士 先给女士 她也是从韩国回来的 那他们公司在韩国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 跨境电商的一个集团 你好 是这样的 刚才那个罗养心 介绍的一样 我是刚从韩国回来 然后在韩国 我们是有自己的渠道 然后主要是 韩国的跨境这边的话 市场也在逐渐的成熟 然后消费者对于 海外不仅是欧美的 知名的产品 同时它也对中国的 如小米 华为这样的话 知名度比较高的产品 也有了很高的认知度 然后我回来 主要的工作的目的 也就是说 把中国的好的品牌 好的商品 引进到韩国市场 然后这也是我觉得 作为咱们这个 中国这个整个的政策导向 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的 一个方向 然后我现在呢 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这块的话 我们也可能是 刚刚开始 所以说对于这个 供应链的选择 然后另外一个是 比较轻 一开始因为是 就您所说 对选品很重要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选择这个 品类很重要 所以说 在选品和选品类上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另外一个是 好的供应商的选择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谢谢 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选品 一个选品有什么建议 一个是供应商 有什么建议 这两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 发现你的 认可的 或者第一个产品 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 第一步 你用这个软件 去调查这个市场需求 可以获得大概 比如说两到三个品类 你想这个很有兴趣的 而且你想去做的 这么一个产品 然后呢 再动用更多的软件技术 比如这个谷歌趋势 你看看这个产品 过去的趋势 或者未来的趋势 是怎么样的 然后 你在第三步的话 你会去找到这个行业的 这个前三名的玩家 然后一家一家 跟他们去谈 当然谈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比较艰辛 但是如果你有很明确的 市场规划和营销计划的话 他们一般都不会拒绝 也许在过去五六年 过去四五年 就是大的企业 它对这个电商是排斥的 但是 据我过去几年的感受来说 国内这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 这几年对电商的支持力度 非常大 只要你有营销计划 只要你有品牌打造计划 他们都非常乐意去支持我们 那营销计划和品牌打造计划的 要点是什么呢 营销计划就是说 我这个产品 你要给它一个计划 就是你从产品 从刚开始发布 然后到每个月 大概出五千台 或者是一千台 这么一个过程 你要给它一个forecaster 然后它就会 一般情况下 它会很支持 然后派一个 应该是派一个 强有力的队伍 来支持这种电商的发展 我们看看邝院长和宇老师 要不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下补充 前面这位客人的问题 非常同意就是 就是一种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分析 当然就是说进入一个产品 进入一个国际的市场 但刚才就说了 非常重要的是说你要先理解 我觉得我总是抱这个理念就是产品要国际化 那个理念是你一定要掌握国际产品本土化 那么呢就对当地的消费者 你还要因为当然整个韩国很大 那么你要看是地点 那么你的市场细分可以跟地区 可以跟是就是那个 就是说年龄了 教育了 收入了 然后去定位 就是叫市场细分 那么市场细分之后呢 就是然后在那个那个就是 整个营商模式 刚才就是利用讲的那个 Marketing Plan 就有一个策划 然后呢就我觉得是先掌握 一个市场的那个叫做 他们的那个什么消费文化 就是意识住行 很简单的一些数据 就是刚才你也讲的 我们那个AI这些数据的分析 跟对性的我觉得就会所谓的快 就是叫做 How I say 还有就是产品呢 我觉得 尤其是你对一个国际 当然我现在如果是韩国的话呢 也是需要一个什么呢 就叫做产品多样化 和那个这个差异化 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 走进国际市场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我觉得呢 产品差异化 Differentiation 是一个 弃入点 的关键 因为从产品差异化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市场的 西分目标顾客的定位 这个就是我小小的不错 国际产品本地化 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其实凯文他自己呢 因为看他在美国 他这个电商能做得好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曾经在美国 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在美国读书 然后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对硅谷的了解 对美国的了解呢 肯定就是比 在完全在国内创业的人 那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的情下 他在回去的时候呢 他又知道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两地的文化和这个 我觉得奠定了他在美国 这个电商能够成功的 一个很大的因素 因为其实呢 在讲到本地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文化 其实是最重要的 你理解说 本地的人他是怎么想的 他最看重的是什么 他喜欢的是什么 他喜欢看到的 表达的方式又是什么 这个信息的精准的定位 应该怎么去设计 这些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每一点讲起来的话 都可以是一个 比较长的话题 但是今天好像 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吧 看一下那个余教授那边 还有什么 您啊 那个 我简单说两句 就是我很同意 就是关于所谓的本土化 我们最近真实发生 那个事情 最近意大利 西西里的警方 不是查封了我们 那个松花皮弹吧 他不是说不适合人类使用吗 当然我们看起来可能觉得很可笑 但是他们倒是挺认真的 所以是说的话 怎么样去 就是说 因为他说的并不是什么 签钞标啊 或者什么不符合食品规则 他就直接讲说不适合人类使用 完全是一个主观性的一个判断 所以有的时候的话 我们得要了解 他的当地的市场 对 此外的话 我刚刚因为提到 中东的市场 其实我觉得 穆斯林文化的这种产品 或者说适合穆斯林群众的 这种生意的话 其实现在 我个人觉得是被忽视了 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 包括像印尼啊 还有像其他的马来西亚 对 您刚刚说的这个表述的方式 我觉得本土化也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故事说 这个大家要把这个形象 放到这个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没有本土化 完全不是本土化了 因为呢 美国人他 他就把这个屏幕 现在价钱提得非常高 中国的这个东西 你要上去的话 按秒来算的 比如说五秒多少钱 十秒多少钱 按秒来算 但在中国的这个商家 去买这个之前呢 那个屏幕几乎没有人去买 而且那价钱是很便宜的 但他们现在把这个价钱 炒得非常高 但是呢 其实这样做呢 其实根本就不是本土化 而且呢 美国人他们其实不看的 那么也不会造成一个效应 也没有人去跟你拍了以后 会有什么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在认知上 去想 这个文化它究竟 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文化 接受的到底是什么 我这些都是 值得我们 以后继续探讨的一些话题吧 到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是吧 我们看一下那个 蒋欣那边 好 那那个丹娜 谢谢那个这次 参与我们活动的 两位硅谷的嘉宾 那我们因为时间也有限啊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 这次的活动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现在请台下的观众 大家一起上台 跟硅谷的朋友 那个 一起招手 道个别好不好 好 大家 大家好 来来来 非常高兴看到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